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用这么严肃啊 我过来不是来领导大家的 是跟大家一起成长进步 越来越好 明总 要不待会儿我组织大家一起开个会 自我介绍一下 其实不用了吧 就在这儿说就好了 我叫小江 你好 丽莎 你好 陈小彤 小彤 刘丽萍 看什么呢 小彤 对对对对 这个 子豪 对 宋坤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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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来了 陈总好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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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上海来的宁总 陈总 我是宁树 幸亏 幸亏 别别别 陈副总 什么正副的 您是这里的元老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跟您讨教 瞧您这话说的 您也是年轻有为啊 跟我讨教什么呀 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 对了 小佳 这个我在哪儿办公啊 这上边呢光说你要来 我没以为你来得那么快 我这儿还没来得及 把这办公室给您腾出来 不好意思啊 宁总 没事啊 要不你就用那间 我在哪儿办公都一样 别别别啊 您是总经理啊 我呢也就是 帮您代理几天 您放心 很快把办公室给您收出来啊 小佳 怎么回事啊 那么大的事怎么能忘了呢 你赶紧把办公室收出来 好 不好意思啊 陈总 来来来 咱们先喝口茶 好 来 杀气 很重的杀气 陈总这个脸啊 变得可够快的 昨天小江让他收拾的时候 他还骂小江呢 今天就全退给小江 他这是冲小江发邪火呢 心里肯定老不痛快了 这陈总啊 他本来就对总部空降领导这事 他有看法 现在来了一个比他还年轻的 他肯定不爽啊 那是吧 那是吧 太太 我拜托您了 您 您配合配合我的工作行为 太太 太太 张立新 张立新 你不是说不在吗 在谁 小蔡 你看你也是 你怎么说我不在呢你 不是 行了行了行了 关门出去 出去 小骚子 咋还不换呢 我说 你今天要来找我闹呢 我告诉你 我可没工夫 公司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这么些事 我真没工夫和你说啊 张立新 你想干吗 不是 你要是想杀了我 你 你哪把刀多好啊 你这是 你还跟我装饰吧 我身边也只有你 会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还学会寄匿名快递了 你要有本事拿着转 来来来 直接来家里找我呀 这是有人给你寄的 什么时候在哪儿收拾的 你还演啊 你还演啊 冰冰 你听我说一句好吗 说 我向你保证 他这事绝对不是我做的 你想啊 我现在希望你跟我合作卖地 对不对 我求你巴结你还来不及呢 我怎么会威胁你呢 但是 我有可能知道这是谁寄的 谁 我得到了可靠的消息 简红成回淋水了 谁 简红成 他现在是一家准上市公司的老板 在深圳的生意 不知不觉就做他了 而且还捂得严严实实的 你没搞错吧 他真回来了 三个月之前 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分公司 现在正跟简红图做生意呢 和简红图在做生意啊 说是做生意 其实就是给钱 我告诉你 红图巴长已经归顺他哥了 小兔崽子 怪不得上次来家里 那么奇怪了 冰冰 你跟你弟那点矛盾 你没忘吧 咱公司现在情况不好 他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你能明白他是要干吗吧 他是来找咱俩报仇的 这跟我没关系吧 那我可怎么办 卖地呀 你们 公司现在就是一艘漏了的大船 要是不及时地修补好了 你我都得跟着船沉下去 万一这半截再来一个恨你的 来这么一下子你说 你怎么办呢 理性没别的办法了呀 最近哪 这个资金压力太大 自己各种债务全都堆在我头上 这办法是 是想的不少 没一个能弄来钱的呀 现在 唯一靠谱的还就是卖地 这一条路 那 那 那要不您就去联系吧 你同意卖地了 张立信 我还是那句话 不管用任何方式 你我的心却不能让别人给夺走啊 这我知道 盈总 忙吗 佟总 来来来 跟着坐 不用了 不用了 我站着说就行了 盈总 您刚刚发的这个项目评估任务 我看了 有个问题我得向您请教啊 看这么快 请说 立新大厦这个项目啊 恐怕超出了咱们公司的能力范围 这块地很贵啊 这块地很贵啊 而且据我所知 有好几家比较大的地产商 都跟他们接触过 每一次呢都是谈得差不多了 又被晃掉了 我估计啊 应该是这卖主啊 要代价而估 故意把这个价格抬高一截 依咱们公司目前的实力 很难能拿下来 而且总公司那边 也不可能给那么大的支持 总公司那边你不用担心 总公司那边你不用担心 我如果没有自信 把那块地加更往下压的话 我也不会手推这个项目 宁总 在灵水有那么多稳妥的项目 你为什么非得找这个呀 你就按照我说的话做 有什么事我兜着 喂 童总 这杯子是你的吗 不好意思啊 忘了点 我说好了 有的东西丢了不就少不换了 那一 r 第四 Ro 刚听说解明明拿着一块板砖 找张立新算账 我想画面可能极度舒适 哎哟 姐你吓我一跳 你怎么来了 你胆肥了什么 我问你什么意思呀 什么什么意思 你拿这干什么呀 你还装 我问你 老二是不是回来了 我 我不知道啊 给你个说实话的机会 他都跟你说什么 统统告诉我 要不这块板条 我们竟然给你准备的 不是 姐 我真不知道啊 我成天在店里 待着外面的事 我哪知道 你听谁说的 你放屁 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最近和谁做生意呢 把你订货单拿出来 拿出来给我看看 什么订货单 我这儿没有什么订货单呀 姐 你敢说我敢去啊 别别别别 我给你拿 就 这儿就非常正常的一单生意呢 你就是个贪图 我求求 给你一单生意 我错了 姐 你知道吗 我错了 姐 我错了 姐 你跟他合成一会儿 你来 你来个活动 你就变成他一会儿了 你还骗 我错了 姐 我错了 王八蛋 你放了这个电视 谁给你开的 这么多年是谁养你的 没良心 你个白眼狼 你就是个小白眼狼 你知道吗你 你个王八蛋 我非从你间打死你不可 你给我出来 出来 姐 听见没 我错了 姐 我错了 求你了 让我吧 我错了 我钻进去 我告诉你 出来 对呀 我错了 姐 我求你了 出了 听见没 我错了 姐 我求你了 别打了 姐 这么多年不见了 你这火力还是这么猛啊 伤岁数了 别老动气 伤身体 别假惺惺的 算我倒霉 被你们给射击 不是 我来呢 是找宏图 想让他帮我约你聊聊 没想到 在这儿团聚了 聊什么呀 我的东西 我要拿回去 你什么意思呀 跟我翻旧账是吗 我告诉你 公司是我的心血 是我多年辛辛苦苦 经营出来的 辛辛苦苦就经成这样了 辛辛苦苦就经成这样了 心血花哪儿啊 当年你把我逼走 我就说过我会回来的 你知道会有这一天 那你说吧 要钱还是要命吧 要命我要不起 要钱你有吗 你一句话 一句话 立心大厦这块地不能卖 这地卖不卖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立心集团不是你说了算 我要想说了算 我就能说了算 你信我 你跟张立心肯定也碰过头了 你知道我没吹牛 那你找我没用的 公司 地坯都不在我手上 要找你去找张立心去 我知道这么多年 你呢玩来玩去的 最后我被张立心给玩了 全才两空 我保证你 不用 我暂时不找你麻烦 你可以带着你股权 躲得远远的 但接下来我要找张立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 只要你不参与 我保你没事 凭什么 你要是答应呢 我在林水呢 有个项目可以交给你 一年赚个百分十万 不成问题 但是如果你不答应 你还要跟他站在一块 我们家这块地 要是出了问题 不过就保不了你了 你好好想想吧 想好之后给我打电话 这是我秘书名片 找他也一样 还有啊 那块砖不是我寄的 我要想找你的话 不会用这种手段 看来这么多年 你没少得罪人的 好好想想 走了 宏总 佟总 这么巧 吃面呢 一起啊 我 我这儿马上吃完了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如果我不来林水的话 这林水总经理 肯定是你的 哈 你是总公司的决定呀 我得扶着他 我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 来 林总 这总公司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次呢 你是主动提出申请要回来的 您还有什么不甘心的 对 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但林水分工资总经理 压根看不上 我这不在此 管总想提报我 但需要我专门的带队经验 所以这里 只是我暂时地跳板 那这是你的事 跟我也说不着吧 佟志明 我身土长林水人 零七年大学毕业加入公司 从市场专员组起 连续五年销售标兵 带领团队以后 连续三年让团队 获得最佳市场团队 就足以证明 你对林水市场 了解得相当透彻 作为地头蛇 你有充分的消息 跟经验 林总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你的业绩虽然好 但是晋升缓慢 我觉得这跟你得不到 总公司支援扶持是有关系 但正好这方面我有一点优势 这是为什么我敢一上来 就死磕立新集团这样的大项 如果你我联手 半年内 我们一定可以把林水分公司 做成集团第一梯队 到时候 管总调务会总部升职 这里的位置 物归原主 当然 如果你不服从我 关上门来 咱们内斗 且不说谁赢谁输 但我敢保证 你离你的目标 会越来越远 你怎么将得确定 这还是我现在的目标 佟总 据我了解 养两个孩子 话笑可不小 多一份晋升 就多一份保证 不是吗 你是个聪明人 我相信你会做正确的权利 来 尝尝这些菜 换换口味 别老吃那个 我看有些是 行 它就要什么 人家了 你 我相信你 你 我相信你 你 你 好 啊 我相信你 咱们饭店碰头 一起给她接个风 可是阿姨还是想去 这事就让红尘去办吧 小雪吩咐红尘这么做 是不想让我们看到她的样子 我们就理解理解她 红尘啊 每次都那么麻烦你 真是故意不去啊 叔叔 你跟我客气 是又又啊 阿姨 后天一早 我开车去接你们 然后咱们一块儿去接田津爷 又又 后天我们就不去接小爷了 红尘说她去 到时候是不是 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呀 这我不知道啊 你们还没有商量好啊 那红尘现在正在这儿呢 你们说啊 红尘 又有的电话 快 老田 帮我找找儿子的白晨衣啊 好 来 后天不让二老去接 是老田的意思 他怕二老看见他那样 难过 所以就我去接了 那既然你们都商量好了 那我就不去了 我不是这意思 我 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 你那正好 我是这么安排的 明天呢 我就把二老接到上海去过一夜 后天一早我去接老田 接上老田以后呢 跟二老在饭店碰头 正好给他吃个接风宴 那我就更不用去了 我 我的意思是 后天我去接老田的时候 你 能不能麻烦你 接上二老去饭店 先陪陪他们 我怕他们紧张 行 没问题 不麻烦 好 那来来来 谢谢 你不用谢我 田青爷也是我的朋友 还有 后天我 接完老田以后 到了饭店 我就先走 后边呢 你俩安排 这样你 我 咱们的心意也都算尽到了 你看这样行吗 怎么样都行 你们安排吧 那就这样 我这儿可都联系地产公司了 我这儿可都联系地产公司了 你又告诉我这地不卖了 你什么意思 简明明 你怕了是吗 我不是怕 老二现在今非昔比 你说咱俩跟他硬碰硬 犯不着 你动不动脑子 这老二为什么不让他卖地啊 他就是盼着咱这公司早点垮了 他好趁虚而入 咱公司好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来啊 他吃不下这个盘子 你信不信 什么时候咱公司卖了地 救活了公司 他捡工程 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但我回头也想了呀 这卖地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不光是拿不到一分钱 我还得跟着担风险 你再救不活公司 那我是楼财两空啊 现在老二好歹给了我一笔生意 我多多少少还能赚点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啊 你是不愿意卖地吗 不是 你是想做老二给你那生意吗 也不是 你跟我这儿玩坐地起价 是不是 是又怎么样 宏图已经被老二给收买了 我手里这百分之四是现在很关键的 我偏向谁谁就能赢的 再说了 老二是冲着你去的 跟我没关系 你好好考虑考虑你自己吧 简明明哪 你是真傻假傻呀 我问你 当年你怎么对的你爸 怎么对的他简红成你忘了吗 你忘了他可没忘 我告诉你 真有那么一天我让他给打卡了 他接手了这个公司 头一个整治的就是你 你在公司没有话语权 你拿什么跟他看看吧 还百分之四十 你 连个屁你都闻不见 我这话说着 不信咱走着瞧 你好好想想吧 现在不是你救我 是我在救你 知道吗 你 还是在救我 我这话说要是你 我抓到你 你注意我 我这话 incarcerated 刘昌 张立新决定卖地了 早上解明明 不是拿着一块板砖 去找张立新谈判了吗 结果你知道吗 解明明一走 张立新立马就叫一班高层 去开会了 着手开始讨诺卖地的事情 你就是说 简明明拿着板砖 去找张立新吵架 吵着吵着就达成一致 说月仪卖地了 是啊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好事啊 太好了 没想到这个板砖的 作用这么大 你什么意思啊 板砖是你寄的 这块板砖呢 我们就是用来理解他们和夫妻俩 然后再逼一下张立新 结果 省略了好多繁琐步骤 还有我跟你说 不出半个月 我一定让减价完蛋 凝书 我也跟你说 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你买地归买地 但是你不要一级行事 你如果让他们查到你了 你这可是恐吓呀 老天爷都帮我 他们查不到我的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认真跟你说 那下次不可以这样了 好 你们继续说 张立新他们那边呢 正在着手找适合的买家 我觉得你抓紧接触他吧 现在还不是我出手的时候 为什么 现在立新大厦那块地 价格太高了 如果这个价格的话 应该得不到 总公司的支持 我得想办法压抑啊 这样不仅能够搬到简家 而且可以让我在新公司立足 那你就不怕这个过程当中 被别人抢先了吗 我已经安排好了 正常商业操作 别担心 对了 我也查到了简红图 为什么不想卖地的原因了 好像说他的公司 突然间到了一笔大单 现在他的公司 也能正常运转起来了 所以他决定不卖地了 大单 简红图那小破店 多大单像大单 你应该卖办公用品的 一两百万撑死了吧 不对啊 不对啊 得去了解 了解 不是 两个大股东 都已经决定要卖地了 你查他干什么 不是 你想啊 为了个百十万 放弃卖地这么大的优势 这不科学 怎么啦 慧辉 没事 你别动 别动 你让开 你让开 让开 你别动 你放这儿 本来想给你弄个惊喜 结果 没想到搞砸了 你别手碰了 待会儿扎着手 昨天咱不是说好了 你今天多睡二十分钟吗 妈妈给你做早餐饭盒 就行了 妈 对不起 我看你这两天太累了 我就想帮帮你 我答应我爸了 要好好照顾你 你要是再把手扎破了 咱俩谁照顾谁啊 行了 先吃面包吧 对了 妈 你今天去接田叔叔 我能一块儿去吗 这次你就别去了吧 你等他安顿好了 我专门带你回灵水 来 去跟他玩 好吗 快吃吧 好的 说好了今天去民政局 办离婚手续 为什么又别管 你什么意思 今天我临时有重要的事 今天我临时有重要的事 明天一早明证据 不见不散 放心 我答应了就绝不会变卦 妈 妈 你也赶紧过来吃东西吧 嗯 明总 早啊 明总 早啊 早啊 明总 根据我们调查 现在本市已经有好几家地产公司 预约了利庆集团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着手联系了 不着急 先调查清楚是哪几家公司 再说吧 好的 对了 那个佟总呢 佟总还没到 行 就准备开会吧 嗯 好的 没有毕业世纪换了 今天先参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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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把这个换的 我帮忙去 好 佟总 找我 林总 您现在肯定特别想知道 是哪些公司接触了利新集团 好知己知彼 对吧 刚才我没来开会啊 就是忙这事去了 这么快就查到了 你果然厉害 我不仅调查到哪些公司 我还查到了他们的价格预期 什么时候跟张立新接触的 我都调查清楚了 宁总 您昨天说的话 昨天我没喝酒 说话算数 根据我的初步调查 咱们的竞争对手 银河地产 陈光地产 还有外市的几家房地守公司 都跟利新集团在接触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 放出来一个消息 说这块地呀 很有可能会划分到开发信区 有涨价的可能 所以这些公司才会蜂拥而上 果然不出我所调 本市的龙头企业 都因为这个消息 被吸引过来了 那要是照这个趋势的话 那咱们的步伐可就慢了 所以我建议啊 咱们还是尽早地 去接触一下离新集团 如果你要是放心的话 我倒是有关系 可以直接联络到张总 这些时候其实不重要 本市的龙头企业跟我们争 我们根本争不过 现在还并不动 颖总 您是有后手吗 你是不是特别好奇 我为什么那么缺信 利新集团会卖地 说实话 非常好奇 其实我跟你一样 我也喜欢收集资料 对这个家族企业 内部有一些了解 这个企业脱胎于一家 生产农机的工厂 上升阶段 经历了家族内斗 长多人 成了这个家族的女婿 太太跟小舅子是股东 互相牵制 好门恩怨 他们之所以安着那块地不放 不是因为要涨价 而是因为内部斗争 但是整个利新集团 现在的亏空太严重 只能通过卖地变现 还贷 所以他们比我们急 也对啊 这个月是结算月啊 咱们的同行公司 下一个季度的项目 都已经上马了 这每一家公司的 流动资金也都不多 他们都没有做好 一次性付款的准备啊 所以你懂吧 咱们不用着急 可是我也担心啊 万一他把价格抬得太高 咱们公司的流动资金 也是有限的 你看新闻吧 看看 今天是规划群辟调了 知道网上那个规划图 是假的 所以张立新跟我们的同行们 要经历一场 像过山车一般的心情 他们现在缺钱 等咱们出手的时候 不管价格压得再低 他也得卖不在 说得对 这消息 出得未免也太巧了吧 不巧 这个假的规划图 就是我方 就这破生意 还年收入上百万呢 就这破生意 老二他真好意思说 你不知道 这类似的商铺呀 多了去了 这市场上 他那个助理不是说了吗 您这个是正品 做好了 把那些山寨货都挤掉 我累不累呀 那么多家 我猴年马月才能骑干净啊 这才跑了一天 做生意嘛 不都是这样 你说我图什么呀 我还不是跟张立新去卖地呢 人开口闭口都是上亿的买卖 随便分我点灵头 那我也够了呀 这为了几十万 我腿都快断了 太太 您不是说了吗 时间长了 才能知道哪边对你最有利 这刚第一天 您稍挨勿躁啊 哪儿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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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点利 好 利 你怎么看着比上回老呢 看着比上回老呢 你怎么看着比上回胖呢 谢了啊 没让我爸我妈看着我这得盈 您被他妈想看见呢 上车